既然不會幫你繼續學業 也不能有任何措施令 你可以正常上課 在政策上還是安排上 其實都不太鼓勵讀書 坐牢不等於浪費人生 不少被判入獄的抗爭者 都是年輕人 希望在籌學習 但在監獄繼續學業 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我是在6月9日被捕的 會被控非法集結的罪名 我現在的情況就是 我本身正在讀研究生的程式 我會在今年幼學 最大的問題就是 我要延遲大約一年或半年左右的時間畢業 我在這段期間也收不到 我本身正在讀書的程式的學生 就沒有了本身有的收入 在監獄讀書我便知道很貴 不是很多課程可以選擇 如果對我來說 我就不會選擇在監獄中 用報課程的方式去讀書 最方便的方法就是 自己每個月入入一本書自己讀 有時要求有點麻煩 就是如果有些少許畫稿都不可以入 或者不是新書就不可以入書之類 會令到我有些書 我會令到要買過或者我會不入 自己先看了 我那時候都是問他功課才跟他熟 經常都覺得在他身邊 就是自力是給他一個感覺 這兩本是佛經來的 因為佛經不算每個月的數字 這兩本是他特意買來叫我入給他 我不知道是荔枝國這邊的字還是什麼 假設宗教書就不算每月六本 但是荔枝國說他這邊算 那就沒辦法了 所以我現在只入了一本 他一本寺教書一本小書 和一本佛經 我想他會想繼續去看一些 他研究的項目的東西 因為如果你真的脫節了 其實很難回到那個心態 然後就繼續思考 T的刑期比較短 短暫休學之後 對學業影響有限 但是刑期更長的抗爭者 想在籌學習 就要考慮更多 我是優文靖 今年32歲 我是被控813 在機場暴動的 我們跟律師商量了 現在決定會認暴動罪 而律師就說 現在一般暴動罪 的量刑就大約四至六年 再扣價 如果在獄中行為良好的話 應該大約三年 可以出來 我們在獄中 希望把這個時間 就會進修讀書 我暫時最深意都是自己的 興趣是歷史系 我希望可以有更多不同的過程選擇 例如他現在都會缺少一些外語的學習 你睡覺、醫生等時間都要跟隨裡面的規矩 我只可以抽空閒時間或放假期間來讀書 寫信問教授 書信來回也需要一段時間 可能要看自己再想辦法 如何應付這個學費 一直關注籌權的前立法會議員 邵家俊 批評懲教署 對在籌人士學習支援不足 他更加提到 被捕者中有不少要考公開事的中學生 他們的問題更加值得關注 有一歲以下的青年人 他們當然不用工作 可以讀書 但讀書的安排其實挺沒面子的 你想像一下 他只有兩班 一班是初中班 一班是高中班 一個星期有時是三課 有時是兩課 一課有時是一個半小時 有時是兩個小時 不同的學生坐在那裡 一個老師的老師是認可老師 其實是很自修的 你想像到這種上課氣氛 或者上課安排 其實是很不能夠幫助他們 真的去面對公開的考試 不過現在在政策上 只是在安排上 其實都不是很鼓勵讀書 懲教並眾懲教並眾 教育是最好的社會融合 教育是最好的更新方法 教育是最好的佛 為學生 正式制度 讀書 覦 會 是 封用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